尿酸 尿酸其實是由普林食物的代謝而產生的代謝物 由腎臟所排出 身體的尿酸主要是來自體內的細胞分解 亦都可以來自普林食物的代謝物 如果身體裏面有太多的尿酸 或者腎臟不能夠排出多餘的尿酸的話 就會容易產生高尿酸血症 從而引起多關節的痛風 關節的傾形 軟足跡結石 或者腎結石等這些的健康問題 高尿酸除了會引起痛風這些問題之外 其實都會影響心臟 例如高血壓 在初期的時候 高尿酸會令到血管處於收縮的狀態 從而令到有機會容易患上高血壓 可以透過降低尿酸的水平去達致舒緩 但是去到後期 高尿酸就會被吸收到血管的細胞裏面 令到血管壁增厚 然後繼而會容易有血管硬化 影響多腎臟的功能 到時問題就不可逆轉 有研究發現 隨著尿酸的水平增加 身發高血壓的風險亦會增加 最高可以超過三成 不用忽視 正如我剛才所說 高尿酸是會引起血管細胞裏面的發炎 血管壁增厚 氧化壓力增加 血管硬化 所以高尿酸是與腦中風、冠心病、心臟衰竭 及其他心內血管疾病息息相關 有研究發現 高尿酸的患者 腦中風的機會可能會高出1.5倍 而患上冠心病的比率 亦可以增加20%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般用來醫治心血管疾病的藥物 其實都可以引發痛風和高尿酸 例如用來控制血壓的去水藥 一些低劑量的阿斯匹林 它們都會干擾到腎臟的正常功能 令到身體減少尿酸的排出 隨而引發高尿酸和痛風 所以在使用這些藥物之前 記得諮詢醫生的意見 在安全情況之下 聽從醫生的指示繼續服用 要預防痛風 首先我們要盡量避免攝取過多的酒精 控制體重、多重運動 最重要是要減少進食高普林的食物 例如動物的內臟 冬菇、蘆筍這些蔬菜 如果你已經知道自己是屬於高尿酸的水平 又想減少尿酸發作的話 應該積極考慮接受降尿酸液物的治療 將尿酸的水平達至理想的水平 詳情咨詢醫生 下次見